今天我们来聊聊封面图 只讲封面图里头的一个点 就是人物出现在封面图当中 好 我们讲人物出现的封面图里头 有各种各样的目的 第一 是一个名人 对吧 某某某出事了 我今天做一期节目来讨论他 所以蹭流量 抱大腿 有些名人的话 一看见他就自然会自带流量 另外一种方式 更多的我们看见的是 博主本人出现在封面图里头 这种方式的话 往往是能够强化这个人的人设 个人的IP 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是我的一期的视频 所以这是一种常见的做法 可是把自己的头像 放在封面图里头 还是有些讲究的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例子 看看别人做得比较好的 有哪些基本的方法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一个封面图 他中规中矩 这个人一个头像 那么添加了左右一些关键的信息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除非他的老的观众 这样 这是我喜欢的博主 又出了一期节目 那这个你看看就有点意思了 对吧 它是某一个正在进行的 故事的中间的一个截图 它正在操作一个东西 它有比较奇怪的角度和字体语言 所以这个跟这个比较起来 你看这个就有点故事性了 对吧 它在一个事件的进展当中 这个也是特别的一个角度 你看这期节目讲的是要讲多读书 正常的做法是旁边落一大堆书 或者是后面来一个书架 然后站到前面摆个姿势 你看它这个角度就让别人特别好奇 在众多的封面图里一下子就非常容易停留 它在干嘛 对吧 你看这种方式 跟这个一样也是个大头照 但是它多了一点点表情 不仅多了一点点表情 而且是放在一个手机里头 而且是颜色跟背景有巨大的差异 所以这个头像不仅表情吸引你 而且这个颜色让你聚焦在中间 所以这是个不错的 这个是中规中矩的 它比上面稍微好一点 它表达了一个喜悦的心情 也是不错的 这个也算中规中矩 但是这种简单的封面的构图 主人公 然后左边是讲他的节目的主题是什么 这是我一再推荐的 如果你不想玩什么花样的话 就按照这种方式来做 左右分割 Sakuru它的封面 基本上都按这样子来做的 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种处理方法 一个前景和背景 人物虚化 但是你又知道是这个人能识别的出来 然后强化这期节目的重点 尤其是用这种变贴的方式 比那个PPT或者印刷体的那个要好很多 实际上它这个字并不见得是手写的 但是给你的感觉 让你不得不注意到它 从颜色大小聚焦这些方面 都比较好的这种处理的方式 这个也是稍微测深一点 跟前面的这个封面 有异曲同工之效 但是它这个字体语言跟这个来讲的话 就稍微拘谨一些 这个夸张一点 所以这个张力更大一些 这个也是不寻常的pose 跟这个不寻常的表情 所以这都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通常讲像这种东西有电影感 大家就会好奇 它在看什么 就是停留以后会去看这个节目的标题 然后如果标题吸引了我们注意力的话 我们就会点击进去观看 你看这也是不同的字体语言 特别千万别在封面里头 像照那个工作证上面的照片 照身份证 照结婚照那样子的姿态 你应该就说 有一点点扭曲旋转 反正是不寻常的 或者是正要跌倒 或者是呐喊 或者是悲伤 或者是大笑 让大家看见你后面的槽牙 甚至喉咙管都能看见 那大家就会留意 对吧 这个也是一种聚光灯 大的上面 旁边所有的东西都不存在 我就是此时此刻的 这个世界的中心 地球的中心 那么大家都来看我 注意这种表达的方式 有点像那种奢侈品商店里头一样的 那个天鹅龙背景上面 只放了一个东西 然后聚光灯打在上面 这种感觉 表情 夸张 这是对比 一个最小的手机 比我的眼球还小 你看这个就容易注意到 这期节目有点意思 我们通常都会讲 before after 对比 对吧 他印在这左边加了一个 这是我的节目 这种三分的这样一个画面 是挺有意思的 对吧 大家可以学习参照一下 这个是中规中矩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个又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 让你看见脚丫 这个角度非常特别 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封面图 这个做了一点特效 现在在简易里头 有好多特效都非常容易能够实现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使用特效 然后截图产生这样子的封面 又非常容易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再看Casey 我们讲过 她最喜欢的就是在手掌上面 或者是纸章上面写字 然后给你看 非常容易吸引你的注意 其实这个小的字 是什么并不太重要 她就知道讲 这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你看 那么你注意到她来以后 要么你仔细读她手掌里面的文字 要么去读下面的标题 对吧 Mr.Beast 其实她的表情极其单一 她永远都是张大嘴巴 表示惊异 她特别有意思 她没有什么其他的 特别夸张的这样一个表情 非常非常单一 但是她现在已经完全过了 靠各种奇怪表情吸引别人的这个阶段了 她张嘴不张嘴 任何一个侧面 后脑勺 我估计都可以吸引上千万的这样的粉丝 所以她本身就是一个行走的IP了 但是她的封面图 我们不讲她的整体的设计 只讲她头像这一部分的话 她的表情还是比较单一的 并不是做的最优秀的 再看苗大姐手捧着一块红烧肉 这种感觉一下子是不是能够吸引到你 好 这么多例子 人物出现在封面里头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不走寻常路 不要是板着脸出现在这个封面里头 一定要有一点点夸张搞怪情绪的 这样一个成分在里头 才能让别人驻足停留 注意到你产生好奇心 进而去读你的这个视频的标题 如果感兴趣 她才会点击进行观看 好的 给大家看了这些封面的例子 不知道你有什么意见或者是感受 欢迎在底下跟大家分享 谢谢 再见